这个缩排部分一定要 你不要全部都打在 打在全部打在同一个阶层 一定要按TAP键 你会发现我那个FOR跟NAS 这个是同一阶 IF跟ELS AND IF这个同一阶 那这个又是同一阶 所以这个前面都会有按TAP键 让它做缩排 如果你全部不缩排的话 那会是很恐怖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个跟 这个IF跟这个IF 你就看不出来 到底它是接哪一个ELS 哪一个N的IF 但是如果你有阶层的话 你会一目了然 会差非常多 我最怕就是 有同学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看到它程式 全部都在同一阶 看了就很 我第一件事一定会先帮它缩排 因为如果不缩排 我可能程式我是在看不下去 OK 因为真的 你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看懂 自然而然 你程式出错的几率就会非常大 再来你要找错误你也很困难 常有同学是这样 就是有这个没这个的 只要你把这个拿掉 少一个一幅 它一定就会出错 所以这个结构一定要能够慢慢 再来就是说顶多就是 再来就是上面也需要 慢慢习惯 加个注解吧 第一个是做什么 第二个做什么 那所谓的注解就是说你在上面 用单引号开头 叙述它的可能逻辑的 就是它这个逻辑到底哪一些步骤 哪一些步骤 那这个非必要了 可是我是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入门的撰写 你还是需要 因为我自己是看得懂 可是问题你们不熟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需要的 即便我自己写程式 我还是会把那些写下来了 只是因为这个比较简单 所以我就没写了 好那再来的话 接下来 特别说这些都是蛮重要的 那个一些小细节 这些细节 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以后你要写程式 没有问题 还真的 比较困难一些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插入函数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要增加一个增减体重函数 另外一个增减体重函数 再加一个过胖或过瘦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只要前面写过 都会列在什么 使用者定义 这前面讲过 那我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给他一个增减体重 百分比 这个东西给他 他会返还给我标准不标准 那我大概向下填满就OK了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可以插入函数之后 那我再增加一个 增减体重的另外一个版本 过胖过瘦 一样给什么 给增减体重百分比 然后他回来是过胖或过瘦 两个版本 那当然第一个版本 这应该困难了 第一个 因为前面我们写过了 所以我把重点提示 一一样是在什么 模组里面插入一个方向 OK 插入程序 记得关键就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方向的名称的话 也许叫什么 增减体重函数好了 那按确定之后呢 他会给我的是一个方向的头 一个方向的尾 这个地方中间是没有东西 一个小刮壶 那他是互动式的 所以一我就怎么样 给他 这个刮壶后面是问使用者问题 请问 请你给我 意思就是你要给我资料 那透过什么东西给我呢 这是个小刮壶 你要给我一个东西 叫增减体重百分比 那这样当然使用者看到之后 会把它选给你 所以这个时候 有点像把资料直接选给你 意思就是说呢 把资料存在这里面 存在这里面之后 你可以做什么呢 他已经给你了 接下来就你的责任了 那你就怎么样 把它给你的资料 再去做判断 有没有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 大于百分之五 或者是他小于负百分之五的话 那就是不标准 可是特别注意 刚刚不标准是丢给储存格哪一个 可是这里的话是丢给 增减体重百分比函数自己本身 这个时候输出他就看到结果 OK 那如果把这个 这个插入函数就改一下 其他也可以打勾 OK 标准不标准 向下填满 那底下的话就全部做完了 应该没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过胖或过瘦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拿这个来改 应该比较快啦 你重写可以啦 只是重写你要再重样的工嘛 所以呢我把这个怎么样 复制一下 贴到底下 OK 这边的话 基本上我就复制贴 贴上 那假如说我要改的话 如果说我这边 直接假设我贴上 好 原来东西 第一个改什么了 改那个名称 这个名称当然 我习惯就后面加个底线 过胖或过瘦 一样跟使用者要一个 只是说我要在不标准的地方做一点动作 还有一个地方 因为我的名称改了 所以记得 这个后面请你把这些 这个一定要改 这个一定要改 因为如果漏了改的话 他又漏接了 因为又丢给 不存就是上面另外一个 他又漏接 然后呢 不标准部分怎么处理呢 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的逻辑判断 所以跟刚刚一样 这边的话 一幅 我偷懒一下 拿刚刚这个 如果这刚刚写过的 直接拿来改一下 这边直接拿这个来改一下 应该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这边的话呢 如果一幅 其实顺便比较一下 就是说他到底哪里有差别 然后第一个 一样是这个 你会发现刚刚Sub是直接去抓 储存格的东西来判断 那这边的话是什么 使用者会给你一个东西 那输出的话呢 就是输出给增减底重百分比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直接 那Sub是直接帮你丢到 那个储存格里面去 过胖锅 这个另外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改变格式的话 在Function里面是没有办法的 格式只有Sub可以改变 OK这一点要特别 就是Function 还有里面的那个函数 也是不能改变格式 如果像之前 如果你用函数不能改变 你顶多是 再配合设定格式的话条件 那Sub的话呢 就可以 OK所以这边 像那个什么 变那个颜色 字的颜色 跟那个出题 Function你写了 其实它也不会work 不会执行 那再来的话 这边一样 把这个改一下 那改完之后的话 结果就大功告成 这个把它删掉 OK 所以应该可以看得懂 外面不用包回圈 所以如果这个情况 进来之后又再一个判断 当然你如果里面还要再判断 再判断也当然OK 所以你可以和一个草状的 不过说真的 你太多层 连自己看都眼花了 所以当然我的习惯是 太复杂的城市 可能想想看别的 简单一点的方法处理 不要把城市写得太复杂 因为最后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话 那可能会是很大的一个灾难 不过以前 记得很早以前 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 会想要把城市写得很厉害 然后一直钻牛角尖 可能后来发现 好像那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最后真的 连自己都不知道在写什么 因为太复杂了 城市写下来 哇天哪 然后可能又会想要写的效率更好 然后又会想要写东找西找一堆东西 不过也是有磨练的方式 后来发现 其实越简单越好 你真的是要把它弄 城市弄得很高杆 但实际上一点也不高杆 我觉得看了自己都觉得头痛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把它执行 执行过之后的话 那一样 我们这边增盐底重 制定函数部分的话 第二个是过胖或过瘦 那一样给一个增盐底重百分比 返还的话 就是多一个过胖或过瘦 OK 那另外顺便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呢 如果说你将来写完之后 你要给Sub呼叫 也一样可以 也就是说 你这个写完之后 那如果说 我刚刚有另外一种写法 在 另外一种写法是 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要写这样子 我要让城市更简单一点 我可以怎么样 直接在这边 去呼叫谁呢 呼叫这个 增盐 这边有个方圈 我可以在Sub里面 呼叫什么呢 呼叫这个方圈 把结果丢给 我们指定的L 就是Sub里面 我可以讲 在Sub里面 呼叫一个方圈 钱瓜胡 他问你说 增盐底重百分比 给我一下 那我就告诉他说 您自己去哪边抓呢 去J栏里面抓 那我就把这个改成J 然后一样后瓜胡一下 意思就是说 我除了说 可以在这边插入函数 使用自定函数之外 我在Sub里面 一样可以去使用什么 使用这个方圈 意思就是说 我将来呢 一样可以把这个的结果 做完之后 丢到前面去 所以现在把它执行给各位看 我先把它清除好了 清空 执行 你有没有发现 一样可以结果出来 但是呢 这直接执行跑太快了 所以如果你要看细节 你看F8 你会发现 他的执行方式是 先把这个里面的值丢给他 所以他会跳到方悬这边来 然后呢 把值丢过来 有没有这个27.6 这个丢过来之后 他去这边 一样会把结果怎么样 return返还过来一个过送 所以底下都一样 把它执行 这个方法是 在Sub里面呼叫Function 两边也可以搭配 所以Function 不只是只有在 那个制定函数里面 在插入函数里面可以用 在Sub里面也可以用 所以这边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两个重点 一个是 做出那个什么呢 做出这个 制定函数里面的 这个标准不表 第二个是过胖过瘦 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三个的话 就是说 在Sub里面呢 也可以呼叫Function 所以这个Function 最常被使用 当然插入函数 可是以后如果说 你要在Sub里面 简化程式 也是一种方法 OK 就是说 不然你就把Function 先写好 然后以后就跑个回圈 直接去呼叫Function 这也是一招 OK 那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可以 试一下 我刚刚讲的 制定函数部分 哦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